2024年日本民间一直叫嚣对中国进行武力干涉 现在他们还有能力走军国主义对中国产生威胁吗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最近网上一直有人询问一个问题 说日本现在还能不能把军国主义搞起来 关于这个问题嘛 本虎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 那就是如果日本真的这么搞 中国朝鲜俄罗斯就都死了 笑死的 因为这几个国家的国民早就憋着劲 想把日本往死里揍了 当然美国和韩国也会开心 因为可算有人跳出来正面挑衅中俄 甘当乌克兰卖命 那这才是真正意义的双赢嘛 想要搞军国主义 首先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力 打个比方 我们可以看看现在的以色列 以色列搞的也是军国主义 只不过他们和日本昭和时期的军国主义比起来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差别的啊 昭和时期的军国主义叫做穷逼军国主义 那以色列现在搞的这个呢 叫做菜逼军国主义 那你要是让现在的日本搞军国主义 首先第一条就是他们的军事实力就不过关 当前的日本自卫队 你别说跟朝鲜中国俄罗斯打 你就拉出去跟韩国打一架 那可能都得输 那是韩国军队制度和军事力量建设很差 甚至士兵们吃饭都吃不饱 就连朝鲜士兵都能嘲笑韩国军队的伙食 但人家至少有着极强的军事生产能力 当前北约的主要成为弹药供应国就是韩国 那日本呢就不行了 日本看似有着很厉害的武器生产线 但其实阉割无处不在 离开了美国直接趴窝 表面上可以造出先进的武器装备 而且武器国产化率很高 但是核心技术日本完全没有掌握 甚至国内都没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大学 也没有相对应的学科 日本政府不仅不想投入 美国也会进行阻挠 只要日本想要独立研发某一项核心技术 美国就会立刻提供水平更高的 价格更低的评辟技术 就这样一个国家呀 对军事力量上来说 已经失去了走军国主义路线的资本 现在日本国内叫嚣军国主义的人 基本上是以岸田文雄为首的美国派政客 所以说日本现在搞军国主义是假 给美国人当马前足是真 事实上如果抛出那些 已经把自身利益和美国国家利益 绑定在一起的政客的话 其实日本还是非常不想和中国正面发生冲突的 就比如之前 日本在黄海下面封存了一整个师团的指挥人员 那当时日本的黑鹰直升机呢 满载一个师团的指挥官 由于飞行员在操作过程中 失误把引擎给关上了 导致飞机失事落入大海 那当时中国网友集体承认就是中国干的呀 美国政府也一直在攻火 希望日本能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宣战 结果当时日本政府直接站出来辟谣啊 这就是一个意外和中国没任何关系 正所谓当你弱的时候丢了两个士兵都是你干的 当你强的时候丢了一整个师团的指挥官 那都是一场误会 除了军事实力之外 要想达成军国主义还有一个其他的必备条件 首先就是绝对专制的独裁制度啊 这个不具备 现在美国人还是日本的太上皇的 然后是严格的舆论管控 那这个日本也不具备 别人不说就说一个东京电视台 那就够我行我素了 为了经济收益经常不理会政府的舆论政令 第三要有爱国主义 民族主义思想和仇恨教育进行结合的基层启蒙教育 可能当前日本唯一符合军国主义条件的就 只有这一件事了 但是仅有这一条最好拉起来的 只能是菜比军国主义 就跟现在的以色列一样 所以现在的日本还能搞出来军国主义吗 那可以 但是这种军国主义搞出来了 俄罗斯会非常高兴 中国的网民也会非常高兴 因为这种军国主义天生不具备正义性 也没有战斗力 如果他们发动侵略战争 被攻击的国家将可以进行合法而有效的还击 再加上日本确实很菜 所以大概率会变成东亚乌克兰 战争结束之后 日本还能不能存在 那就是另一件事了 所以这种军国主义 基本不会对中国产生威胁